早上7点13分 欢迎您加入气象时间 今天的话 各地的话 封面远离的关系 所以各地降雨几率会大幅的降低 只有中北部的山区可能会有短暂的雷震雨 几乎全台都是温暖偏热的 这高温可能会比昨天再高个一到两度 即使影像我们现在带您看到的是高雄的寿山情人观景台 您可以看到目前阳光都已经露脸了 所以今天全台都会上巷子 外出的时候还是要提醒您 记得防晒跟补充水分了 即使是外温度 我们先带您看到 目前台北的部分 宜兰花莲大概是24到25度 台东跟恒春大概是26度 那据西半部的部分我们来看到的是 新竹台中嘉义大概是23到26度 南部地区台南高雄则是24到25度 所以您可以看到其实今天目前现在的气温 天气都会比昨天再更热一些些 各地的高温有机会来到31到34度 尤其是南部近山区跟东南部 甚至可能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 而且东南部甚至有焚风发生的几率 所以要提醒您特别留意防晒了 至于未来一周的温度变化会如何呢 其实您可以看到在礼拜二之前 其实其实全台的高温都还是落在30度以上 但是低温的部分也是落在24度左右 但是您可以看到在周三周四的时候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 所以您可以看到这北部的部分就有微微的降温了 所以北部跟东北部的气温会转凉 最低温可能来到21度 而据最高温大概也是27到28度 稍微有一点点下降 那据中南部的话 受到东北季风的影响就比较小了 所以它气温的降幅没有那么的明显 所以周三周四高温大概是落在29到30度 最低温也有25度 那据东部地区的话 周三周四低温跟高温大概是落在22度跟28度 那据降雨的部分我们来关心了 其实透过目前的定量降温预报 您可以看到其实今天大部分只有山区的部分 会有午后的短暂震雨 其他部分大部分都是多云稻情 但还是要提醒您 因为最近渔震非常的多 所以非必要还是不要前往山区活动 那如果真的有行经 山区路段要特别提高警觉 那据于未来一周雨怎么下呢 要提醒您下坡的封面 预估周三的清晨就会来抵达了 所以到时候您可以看到这中部以北呢 会从晴天转为比较是震雨或是雷雨的天气 尤其大家还是要留意这个封面 带来的短时强震雨 但是好在呢 这个封面来得快去得快 您可以看到在周五周六的时候 这西半部的雨势就会比较停歇了 大约只有迎封面跟山区 才会有局部的短暂雨 最后吉祥小丁宁要提醒您 今天其实全台温暖偏热 南部甚至可能飙到36度高温 所以要特别注意防晒跟补充水分了 而至于下一波封面呢 我们来看到是周三的清晨就会抵达 所以全台都有雨要特别提醒您 记得带雨具出门 但好在呢 这封面来得快去得快 周五的时候 这雨势就会稍稍比较虚缓了 但是要提醒您哦 这余震还是蛮多的 所以非必要 不要前往山区活动 以上天地资讯要提供给您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